《星洛宁成堂》是由朱瑞斌指导、陈兴旭、李兰迪等主演的古装神话剧 讲述了人族皇室中一对性格迥异的双生姐妹 因一场乌龙导致挫嫁姻缘 不仅闹出笑话无数 更牵扯出两段浪漫唯美之恋的古装神话爱情故事 《星洛宁成堂》即将收官 希望不会避一结局 在最新剧情中 两姐妹的双生花灵身份暴露 天帝和丽王惧怕她们姐妹双生花灵的力量 就联手除掉双生花姐妹 本来清葵和叶谭打算跟天帝谈判 没想到天帝卑鄙无耻 竟然算计了所有人 叶谭等众人中了天帝的圈套都被制服 清葵为了拯救妹妹叶谭和心爱之人朝风等人 当着众人的面挥剑自吻 叶谭和朝风两人哭得撕心裂肺 一个失去至亲 一个失去至爱 怎能不心痛呢 天帝和丽王逼清葵自吻 才肯定答应放了妹妹叶谭等人 然而天帝不仅算计了双生花姐妹 还算计了自己的合伙人丽王 清葵恐怕到死都不明白 天帝逼她自吻 留丽谭火口 原来是为了借刀杀人 除掉丽王 清葵和叶谭的双生花灵之力 不仅可吸收青灼二气 还具备开启规须的能力 姐姐清葵能吸收青气 而妹妹叶谭能吸收灼气 所以天帝故意留下叶谭的目的 就是借叶谭的守除掉丽王 她知道叶谭对她没有威胁 不能吸收她的清气 但可以吸收丽王的灼气 即便日后叶谭攻上天界也不足为惧 她抹掉了儿子的神识记忆 自然不记得丽谭 就可以派玄商神军这个政界工具对付丽谭 可天帝终究还是低估了儿子对丽谭的爱 即便被抹掉了记忆 最后还是恢复了记忆 总而言之 清葵到死都不明白 自己的自吻 留丽谭火口 却天帝用来算计丽王 除掉丽王 丽王蠢到被算计而不自知 逼清葵自杀 丽王也有份 最后死的还真是不冤 你好将死都被指出了 丽王